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好 老师我们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最新的外电消息 就是伊斯兰国IS有发布一个最新的录影带 这卷录影带似乎是把美国记者斩首的一个影片 虽然美国方面是说还要再证实了 但是这样子的讯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让人觉得好担心 就是到当地采访的新闻记者 或者是被俘虏的这些新闻记者 他们的安全在哪里呢 对 所以新闻记者冲锋陷阵 他们也都要采访新闻商 也冒着生命的危险 那么这次被砍头的第二美国记者 是弗洛利达人 他才31岁 那么是这个Time Magazine时代杂志的一个自由专告人 那么他这次被斩首之前 在他家里家人也不断的透过各种管道 和公开的就跟这个伊斯兰国的领导层 就说是不是放过我的儿子 后来还是被斩首 那这里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斩首 就是我们从外界来看的 简直是没办法接受的一个残忍 那么美国也觉得感到非常厌恶 如果说确实是真的话 感到非常厌恶 所以美国了英国了他们的这个情报人员呢 就是人肉搜索 就总是想要把这筷子手找出来 然后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看到很多嘛 你真的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然后把他杀掉 可以搭坏人心 但是你晓得在有像阿拉伯 有像沙务的阿拉伯 在斩首这个刑法是被允许的 在我们的台湾或者是西方社会 我也觉得这不可思议好像远古时代的一种刑法 但是在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是OK的 对像沙务的阿拉伯 他们里面因为他们这个IS呢 他这个伊斯兰国他有一个 就他是属于比较极端的穆斯林的其中一个教派 就是这个 在这个教派里面本来他的 他的人数大概也只占全是穆斯林的3% 那么本来就是沙务的阿拉伯里面的一个 比较少数的教派里面的更极端的一支 那么所以他有人讲说 沙务的阿拉伯其实你在意识形态上面 你是提供了一个他们发展的一个基础 就是在教义上面 那么而且在你们都觉得 这是有些刑法 沾手啊 看手啊 看头啊 他是可以被允许的 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说 他们多么样的一个凶残 那么所以这就是 这是为什么有人批评沙务的阿拉伯的原因 在这里 就是说你虽然支持钱给联合国 这是反恐 可是你必须在这个穆斯林的 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上面 你必须要能够加以职责 不然在教义上面又支持他们 那这样子就 就让他更有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那第二个我们就看了 他为什么这样斩首呢 因为美国的空袭 真的很对伊斯兰国语重创 真的有重创 那么包括说这个 比如摩斯尔水库 从被这个库德族的部队夺回来 那么地面上的主动权 不管是空中或地面的攻击 那很多熟悉内部的人 已经侵蚀的人讲了 伊斯兰国的这个行动 各种攻击已经失去了主动 那就是因为空袭行动予以重创 所以他们才必须用这种恐怖的 这种斩首的事件 希望能够吓到这个西方的人 或者说你们停止攻袭 是而且这个好战分子 在录音单也说 我回来了欧巴马 由于你对伊斯兰国的高傲外交政策 所以我回来了 那他也警告各国政府说 撤销跟美国邪恶结盟 对付伊斯兰国的做法 所以这样的嚇阻 真的有效吗 就是到底西方国家 要怎么样去进行他们的下一步呢 对西方国家 现在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遏制伊斯兰国的威胁的话 必须全球的反恐 进行下新一次的一个合作 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威胁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 就像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好多次 他甚至也鼓励僵独的人起来 反抗中国的统治等等 那这些都必须说 美国啦 中国啦 俄罗斯 欧洲 那这大家不能够 不能够都自身事外说 这事情我们必须一起来做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 就最近因为他这个伊斯兰国的威胁 拖的比较久了以后 很多的讯息越来越清楚了 就是首先呢 他里面有很多海山的一些救部 那些人本身就是 不是你说想的是山东里面跑出来的人 他可能根本老早以前 就是正规军的 所以他们有很想正规的组织 你看不管是宣传 不管是外交 不管是什么各种的后勤 他的组织比我们想的要完整 然后第二呢 他的钱比我们想的多 我们想的他不管是 啥啥抢夺了 要付赎金啊什么多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他的宣传 他有发年报 他有发什么网络上 他有video 你能够想到的国际的宣传 包括他的各种各种的 网络上的这种 招这个新人的这种说法 讲英文的啊 在加拿大 在英国不断的招 然后你看他一点点出年报 他出他的记刊 他出他的杂志 很有规模 对你说 我天哪 这不是一般所想的 是乌合之众 对 所以本来美国一开始就想说 哎呀 这些是逼急的了 这是逼咖的 这是小费子了 这等于是 好像毛贼一样啊 就后来发现不对啊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如果再往前追的话 那有人开始追 说 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 跟盖达总部啊 那么意见的不同 事实上已经到了十年了 十年来就让他们意见不同 然后他在Eason 在美国撤出伊拉克之后呢 他有很多零星零星的攻击啊 在叙利亚伊拉克攻击 通通都是ISIS 他们他们以前他们所搞的 他们搞的呢 但是但是西方从来 把他当一回事啊 是说啊 那只是美国做以后 就是交派的冲突吗 或者什么冲突 那么伊拉克 他们自己可以handle啊 自己可以处理 就后来发现不是 不是在里面 他们跟盖达吵架 然后盖达的总部啊 那么分裂啊 就是盖达太消极了 开始分裂 然后我就吸引 这些人那么招了 比达更多激进的人过来 所以你看 连英国也开始紧张 因为英国本来移民法 比较比较松啊 很多人流亡啊 或者叫做第三世界 南亚的了 穆斯林了 通通跑英国 但现在英国 有好多人 又跑去这个 伊拉克叙利亚北部 去打出所谓的圣战 对 那搞的卡曼隆 那个首相也觉得 哇天哪 英国必须他的反恐 又不断的升级才行 不然这些人 一直都出去 说不定又带了什么 又回到英国来 所以这下都是 都是好几个 大家错误的一个估算以后呢 这个就是活着 就慢慢慢慢的 就让这个伊斯兰国 不断的着装 是 而且有些国家也认为 在过去 其实美国并不支持 立场温和的叙利亚反抗军 所以间接让 艾斯伊斯兰国做大 那错在美国啊 那现在美国又要号召 联盟 欧洲国家 或者是阿拉伯国家 去一起对抗IS 很多国家 是不是现在心情 会觉得很奇怪 你以前让这个IS做大 你现在又叫我们 一起去攻占 攻打这个IS 是现在的这个 这个国际上的 就有一点混乱的原因 那是以前 因为美国就觉得 为什么不援助 这个叙利亚反抗军呢 对 因为叙利亚反抗军 里面有太多的派系 它有温和派 它有激进派 它有本土派 它有海外派 那么太多的派系 太多派系 美国就说 我如果援助它的话 那这个武器就会 可能沦落到 激进分子手里 那我不是 到头来 就是自己找自麻烦 跟当初养大了 并拉登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就不援助 那叙利亚 叙利亚总统 小阿赛德 他就发现 原来有IS存在的话 美国就可以 不给反抗军武器 所以我每次攻打 反抗军的时候 我刻意闪掉 IS盘局的地盘 这样子才能够养 才能够让美国 投鼠G7 不会去养反抗军 那现在情绪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 所以现在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叙利亚就告诉美国说 其实你如果真的 要从重创S的话 你必须要踩 要攻击它在叙利亚的基地 那这个基地里面 可能叙利亚政府 要怎么样的配合 那可是叙利亚政府 不是美国要它下台的吗 对呀 那你怎么配合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尤其你想的 在伊拉克的时候 就对付 对付这个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是逊逆派 那么对实业派的伊朗 这也是一个威胁啊 所以伊朗的实业派 跟伊拉克的实业派的政府 那就合作 共同对付逊逆派的 这个IS 那么所以在 常常呢 就是在这个美国 在伊拉克北部攻击的时候呢 那是美国的空中攻击 下面的库德卒拉 或者伊拉克部队呢 跟伊朗部队有协调 然后共同夺回了一些城镇 那美国呢 怎么解释说 是不是美国跟伊朗 变成同盟了呢 所以美国刚才解释 没有 那是他们伊拉克 是当地的地面部队 他们自己去结盟 跟美国没有关系啊 美国还是 还是要在伊核问题上 还是继续对伊朗来制裁 是 这变成敌我的关系 就有很多错重复杂了 不是一条线就划分说 敌人因为是敌人 朋友因为是朋友 不是啊 所以他在伊核的问题上 核无问题上 他对伊朗可能还继续要进行制裁 可是呢 在地面上对付伊斯兰国的时候呢 他又睁之眼闭之眼 有意无意的 跟伊朗必须进行合作 是 所以这就是中共现在挺是蛮复杂的地方在这里 对 一边是敌人 但是另外一半 你又必须合作 这美国到底该怎么做呢 而且对美国来说 它的国际上的火 不只是我们刚刚所谈到伊斯兰国 艾斯作战这一块 还有乌克兰东部啊 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在乌东的冲突是越演越烈 今天早报有个标题蛮耸动的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语出惊人说 只要我想用两个星期的时间 就可以拿下基辅 这个状况在乌克兰东部 到底现在发展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这个形势 就是我们先讲这个新闻本身 这个新闻本身是一个电话对话 电话跟欧盟理事 欧盟这个职委会主席 那么巴罗斯他们的这个 普京跟他对话的时候 那欧盟的职委会主席就问他 他说你到底有没有involve到乌克兰东部 然后他就说如果我要的话 我告诉你我两个礼拜就能够把它拿下来 他就当然有他的前后吻了 他意思是说我没有把它拿下来 你不要老债我栽账 就意思是说我俄罗斯并没有介入乌克兰东部的纷争了 但如果我真的要的话 其实两个星期内可以拿下来 可是现在没有啊 对对对 他的问题是你问的什么问题 如果我要的话还需要这样的来吗 对不对啊 如果需要的话我两个礼拜就可以把它拿下来 那西方就说你看你威胁你两个礼拜就可以拿下 对西方的解读就看到两个星期你就要拿下来 对对对对 所以俄罗斯这边就说 那人家就问这个普京的助理说 那普京到底有没有讲过这个话 不管讲过还是没讲过 说你这个本来是私下的电话对话 你怎么可以把它公布出来给记者呢 所以这变得 这是变成一个大家的文字上的一个大帐了 但是我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乌克兰东部现在有几个情绪可以看啊 本来就是以前你看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讲说当这个乌克兰军呢 好像是步步进逼了啊 步步进逼好像就是政府军呢 已经把这个叛军呢 或者分离主义者亲俄民兵的压制 就是在战火上这样压制 然后好像快赢了 所以普京呢才会讲说 哎呀你看那地方这个人道问题很严重啊 需要打 所以他强行的弄了两百多辆卡车 用人道物质进入乌克兰东部嘛 然后接着呢上了边我们就看到呢 普京开始 哎那么好像有很多的俄国的部队 或者俄国的军武器啊 进入到乌克兰东部啊 但俄罗斯的讲法就说 不是啊 这些都是退役的啊 或者是休假的 绝对不是我派去的啊 那么反正他在玩了以后呢 开始去帮助乌克兰的反抗军 或者分裂分裂主义的民兵呢 开始往南部的城市去打 南部城市往海边城市打呢 对于另辟了新的战场 那么这样子呢 政府军就必须分出一些部队出来 然后到南部去对抗 那一次往南下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战场 那这样子原来被围的几个城市 就结围了嘛 结围了本来就战术上来讲呢 这是一种 微微旧照的一种战术 可是呢问题是 上个周末普京越讲越大声啊 然后他就提出来了 一个旧的名字叫新俄罗斯 新俄罗斯呢 就以前凯撒利女王的时候呢 当时他们占了一个 这是一个历史名字 占了这个乌克兰东南部这个地方 当时把他叫新俄罗斯 那新俄罗斯呢 他从来又提出新俄罗斯 这什么意思呢 对 这似乎在提起来 乌克兰东部国家地位的问题 对 然后他就讲说 他就说 你这个基辅当局 你跟这个乌克兰东部 你要好好的谈 你不是光谈停火 你要谈他国家地位的问题 好了 大家就语言不详了 国家地位什么意思呢 对啊 因为就是一个国家 乌克兰嘛 对我来说 为什么乌克兰东部 有国家地位呢 所以他让俄罗斯 港外讲说 我讲的是邦联啊 我讲邦联 那我讲的不是说 我要承认他独立啊 或者什么 就是他训 他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呢 他讲话的这个 调子越来越高 然后他的这个做法 是越来越没有忌惮啊 那么因为到当然 这里面呢 就说 就是西方开始警觉了 所以为什么后来在30号的时候呢 乌克兰总统 波罗兴克就跑去布鲁塞尔 欧盟在高峰会议的时候 他就告诉欧盟讲 你不要帮我 他对付乌克兰 就是对付整个欧洲啊 那么欧盟就说 好 那给这个俄罗斯 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你要冲 你要停止去干预 乌克兰东部 不然我制裁你 那波罗兴克说 那制裁怎么够呢 这个不行 这个这个 对啊 因为讲制裁讲很久了 而且又影响到了 周边国家的经贸啊 所以现在更大的问题 现在这个礼拜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这个北约的峰会 礼拜四礼拜五 要在英国开会 对 开会到美国送到欧巴马呢 先去波罗的海三国嘛 三国呢 9月3号 跟他们先开会 开会就表示说 我支持波罗的海这三国 因为你可以看到啊 俄罗斯如果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侵略的野心 重新展现的话 首当其冲 或者在那边 有那般紧张的 就是波罗海三国 以及波兰 那么所以波兰 他对批评 俄罗斯批评的非常凶 波罗海三国也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所以美国呢 他在这个 这个 10月份的时候呢 就北约要在波兰 进行演习 那么 而且欧巴马呢 在9月份呢 就在这次 他就跟 这三个国家讲说 没问题 波罗海三国 我们支持你 然后呢 就到北约 在北约开会的时候呢 可能会成立北约的 这个快速的 新的一个北约 快速打击部队 那么如果乌克兰这边 有情势发生的话呢 那么英国为首的 这个快速打击部队呢 将会有快速的反应 但是俄罗斯这边就讲了 他看 俄罗斯看什么呢 看说因为 波兰他们这些国家呢 就是告诉 告诉北约说 你们要在东欧 这些波兰 那波罗海三国啊 去设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 那北美 俄罗斯是完全不能 接受这一点 他当初已经讲好的 有个谅解 不能够在东欧 设永久的基地 如果你把基地 真的搬到东欧来 这第一 真的搬到东欧来 说那搬到波兰啊 波罗海三国啊 搬到俄罗斯门口 一个北约的基地 那他怎么受得了呢 他整个就翻掉了 对啊 然后俄罗斯也讲说 乌克兰当初 乌克兰脱离苏联的时候 独立的时候 讲好你是不结盟的 那你像乌克兰 你扣我身上说 你要加入北约 那这个后果 也不堪设想 因为乌克兰本来 应该是俄罗斯跟欧盟 或者跟北约中间的 一个缓冲国 就如果乌克兰 加入北约的话 等于北约的威胁 又直接到俄罗斯门口 俄罗斯完全不能接受 俄罗斯人就看 你们北约在英国开会 你到底要不要 把你的基地 真的如他们所讲的 那么摆到东 摆到这个 波罕三国或波兰 这个会影响到 东西方的 或者说这个两大阵营的 或者俄国跟这个 欧洲跟美国关系 这影响国际格局 是蛮大的 是所以这个礼拜四 也就是9月4号的 北大西亚公约组织会议 峰会 对北约 这是大家在下个礼拜 我们持续可以跟 刘老师来关注的焦点了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访问到是 动物大学政治系的 刘碧荣教授 也谢谢老师 今天跟我们来分析 国际最新局势 谢谢 谢谢